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是践行联合国宪章的表率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中方一贯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敦促七国集团 别再固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停止干涉别国内政 停止重复谎言谬论 停止挑动地区矛盾 制造阵营对立 为全球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中方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 在这个悲痛的时刻 中方同坦方坚定地站在一起 据目前掌握 有一名中国籍乘客在事故中受伤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 已启动应急处置工作 与伤者取得联系 表示慰问并提供积极协助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 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英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们敦促英方 切实尊重中国主权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我们也要正告台湾当局 勾连外部势力 谋独注定失败 北约多次公开表示 北约作为区域性联盟的地位没有变化 不寻求地理突破 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 也不需要建立亚太版北约 我们看到的确实 近年来北约不断强化 同亚太国家联系 到底 北约 予于何为 国际社会 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 应保持 高度警惕 东亚是和平稳定的高地 合作 开发的热土 不是地缘争夺的决斗场 由于近代 军国主义侵略 那段历史 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 一直备受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关注 日方应该做的 是认真汲取历史教训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要做破坏地区国家间 相互信任 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美方此举 不是堂堂正正的大国 所为 当然 美方滥用国家力量 以仗技术优势 对盟国经济胁迫 以维持自身霸权私利 这早已 不是什么新鲜事 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 政治化 工具化 意识形态化 对别国搞技术封锁 技术脱钩 其用心 人尽皆知 企图堵别人的路 最终 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我们希望 有关方面 秉持客观 公正立场 从自身 长远利益 和国际社会 根本利益出发 独自 独立自主地 做出 正确判断 中国和巴基斯坦 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双方一直 相互支持 共谋发展 共克时间 中共过去 为巴基斯坦 稳定金融形势 提供了 力所能及的支持 我们现在和将来 都将继续这样做 关于你提到的 具体问题 请你向主管部门 询问 中方注意到了 有关的报道 我们向 尼姆兰韩先生 表示慰问 祝愿他 早日康复 中国政府欢迎外国留学生 返校入学 并为留学生来华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目前 来华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人员 可正常向中国驻外使领馆 申请签证 自8月24日起 持有效 学习类 居留许可人员 可凭 居留许可 直接 入境中国 据我了解 近期 中印人文交流 克服 疫情困难 取得进展 已经有至少 1300名 印度留学生 获得来华签证 印度留学生 与中国高校之间的 沟通渠道是畅通的 建议 印度留学生 与所在学校 密切联系 根据学校安排 有序返校 感谢观看